歡迎大家收看11月9日的盟館經濟 今天只有Till和我兩個撐住 Eddie就應該還在身處紐約市 好像是今天飛回去倫敦 我沒有記錯 我沒有記錯 不過先跟大家報起信 我想他也會說的 他成功完成了紐約市的馬拉松 成績也是相當不錯 我非常期待他驕傲和高興 不過我想這些開心的事 就留待他下次在他的王冠波記 或者下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當然是說了 我相信他也有很多很記憶的經驗和大家分享 不過他實在是非常替他開心的 總之跑得完 沒有穿沒有欄 回來再分享他的經驗 包括他在紐約都留了個幾星期 看看他們有沒有吃到這個 還有看看有沒有吃到什麼好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他如果是吃的話 最醒目的應該都有 聽我們上一集的節目 應該都是跑完之後吃 因為那個份量這麼大 可能吃完 時間都慢了10分8分鐘 這樣 那就是 因為通常他們 如果是 我們以前都有玩過 比較長的跑 我沒有跑過全馬 都大跑過半馬 那時候也有些師兄 就教這個 就是之前你就要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最最後的那個 你記得呢 就是 補充回一些 蛋白質 吃回一些 一些澱粉質的東西 飯 麵 其他食 那樣呢 就 據他們說 會有些效用 我 對我來說 可能我就 沒做夠 或者做得不對 我就覺得很特別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不過 因為 人家是要補充 不是補充 如果你吃很多牛 是啊 吃蛋白質就可能 那個效果就 不是這個效果 對 沒錯 OK 那 剛才 其實今天 開麥克風前 也有些 就是小波折的 那 不知道我那個 Zoom的設定 是 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那個 電腦呢 就幾天前 就要搬了少少位 那 所以呢 就要 再搞 那我不知道我是 搞了一些東西 還是沒有搞了一些東西 總而知這個設定 就 就有些 轉了 那就搞到 就 看到K.O.的樣子 就聽不到聲音 那我就死了 一邊搞 一邊搞一些線 一邊流汗這樣 但是後來K.O.就 很神奇地 又 又給他 我叫你按那個 真的成功 還是 我想應該是 你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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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 可能之前 那 那 現在 現在 就是 比我們正常的時間 硬了少少 現在 應該是 九點半開始 我今天又 硬了 我今天又 其實 又是回到深圳 從上個禮拜一樣 都是 嘩 又是半夜遊 也是啊 又是深圳半夜遊 不過現在都真的很快 我 四點半在福田附近開完會 五點半就已經回到香港 是 哦 那你在福田那裡就方便 那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要搭高鐵 如果你 似乎你在那邊 或者是 就是高鐵的話 也都是很快的 高鐵呢 高鐵那個 坐的那個時間 就很短的 但是呢 就你又要預算時間 過關啊 有時候 就是 如果你那麼 那天太帥仔了 那些人 又要搜一下你的行李袋 那樣 又要阻阻你 那裡就反而是 擔心一些時間 如果不是呢 就是我都試過坐 香港在這個 不知不知道 奧士甸的高鐵站 坐到去深圳 是不是深圳北側都是 深圳北側都是 深圳北側都是 十七分鐘左右 是啊 真的啊 真的三個字多些 真的 我那一次還打算 欺負一欺負 因為之前那晚睡得不好 剛剛那條欺負 已經是下車了 已經是 真是 快要打針 是啊 我上去的時候 還要 有點少阻滯 原本要去福田的 誰知道買錯票 去了深圳北 啊 原本 不過轉回車去福田 都很快 都是 四個字左右 已經去回福田 哦 OK 但是你在哪 你在香港 坐去福田 為什麼會 你不是去高鐵站嗎 你不是 不是那裡 我就是以為去深圳北的車 一定會停一停福田 誰知道原來不是的 有些車是開了福田的那個站 是啊 哦 哦 這樣的樣子 我就是奇怪 因為 是啊 因為福田那裡 照計你應該是 洛馬州那邊過去 應該是 福田去洛馬州 我不是 如果我是坐高鐵 但是高鐵正常的話 是先去福田 然後去深圳北 但是有些班次 就直接飛了福田 直直去深圳北 啊 是啊 反而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那次就 我那次坐的班 都是沒有停福田的 一夜就去到深圳北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有這個選擇可以去接 啊 哦 原來這樣 OK OK 那怎麼辦 我們今天 有沒有什麼 閒聊聊 第一節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直接就去這個內容 閒聊聊天 閒聊天 今天又沒有 上個星期都講了很多閒聊 我們上去都已經閒聊了 那不要緊 不講閒聊天的話 那我先很快就回應 有個網友在我那個 就是頻道那邊 就問了一個問題 那我就都 就是 應該要分享一下二件事 因為就是 有時候我會在 就是我自己那個 那個節目那裡 那我都會回應 但是有時候呢 因為時間 關係呢 我就很快就回應 我就用英文打 打了回應 那可能只是很簡短的 就是兩句 comment 因為 我 我不會用中文書籍法 我 變成可以用手寫版式的話 那如果用中文回應的話 其實就 都幾好我時間 那時候 不過就 我覺得這個 那個網友的問題 都值得 就是 拿出來 講一講 讓大家都知道一下 那其實就上個 不是 這個禮拜一的時候 那個網友 就 叫做Den Den C 這樣 都是我們一個 長時間的網友 多謝大家的支持 就是 新枝舊魚都是一件多謝的 不是一件不夠的 就是特別多謝 當然不要搞錯 不過就只是 Den 都 有 收睇我們的節目 一段時間 那 Den 就問我 就說 我是 好像比較關注 一些 就是中國的債務 的情況 就說 美國的債務 其實都很 都很 大 老實講 那為什麼 我對美國的債務 情況 好像相對 不是那麼 那麼擔心呢 那 其實我想 就是 當然是 就是美國的債務 當然也都不少的 那如果以金額計 的話 就更加是龐大 不用說了 那但是 就是我想 那個重點就是 不只是看那個 負債的金額是多少 那你也要看回 就是那個金額佔 就是那個國家的GDP 那你這個比例 才是 有些意思 就是 我也用了一個比例 OK 就是你 譬如說你 你買樓這樣 OK 那銀行做這個壓力測試 那那個壓力測試 其實不只是看你借多少錢 就是你借那個銀碼 也就是說 你那個工作的收入 就是它是以那個 你供樓 和你的收入的比例 去做一個 就是衡量這樣 那所以譬如說 如果你借的銀碼 是大的這樣 但是你的收入是高的這樣 那其實可能相對那個比例 就不至於太過利顏堂 擔心了 那所以 就是 那個重點就是 所以其實我想那個 這個項目就是 我想也要看看 就是美國那個負債 和他的那個GDP的比例 中國的負債和GDP的比例 如果是用這個這樣的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呢 就已知 因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美國在這方面來說的話 他們的透明度比較高一點的 就是 它是 美國方面 就是 會拆開很仔細 就是 這個 national level OK 或者去到 municipal level corporate household 然後 total debt 那 就是 會比較全面 你的掌握性會比較好一點 那 就是中國方面來說的話 就很多時候比較 忍悔 又或者可能是 就是 不是很充分地掌握到這樣 就是 我過去都有說過 也不是只有我過去 不是只有我講 很多 就是分析員 經濟學家都有 都有講到就是 比如說 中國來說的話 當然我們知道 就是中國的 中央政府 就是這個 national government 那個負債 那其實如果 以 national government 的負債來說的話 其實中國就 真的算是 hand can 就是 在國際上的水平來說的話 就是中國的 中央政府的負債 GDP來說的話 可能是 30%左右 這個是 就是非常低的水平 就是這個 但是 除了中國的 就是國家的 層面來說的話 有地方政府 那 而地方政府 還有一個 就更加是 就是尷尬一些 就是一些 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 那些所謂叫做 就是 local government的 financial vehicle 就是簡稱叫做 LGFD的 這類這樣的 的機構來講的話 那其實他們的 借貸 就是他們的負債 呢 是遠高於 地方政府 自己本身的 那個 就是負債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這樣的企業 就是它其實 它是跟地方政府 有些疑惑的 那到底他們是 算是真的 就是不是 政府的負債 還是算是政府的負債 那現在來說 其實就是 就是 沒有一個定案的 就是沒有 沒有任何的地方 政府說 走出來說 我什麼 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再加上就是 就是中國的企業 pouse hall 那所以如果你 就是根據某些 一些 比較 大知名的 機構的 估計的話呢 其實中國的 所謂總負債 就是加上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融資平台 企業 個人 就是家庭的話呢 其實中國的 這個總負債 GDP 中國的GDP 其實已經是280%多了 OK 相對來說的話 美國的 就是總負債 也都是同樣地 加起來 over GDP來說的話呢 大概是250%左右 OK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 的角度去看的話呢 其實就 中國那個 負債轉GDP 就比美國更加高 就是 就是說 你說280%多 和250% 不是說要差很多 是 但是 最大的問題 剛剛都說了 不是第二個大的問題 就是說 就是中國的數據 是不是就是 完全是 清晰透明 沒有什麼懸念的呢 那這個280% 其實可能都是 一個很大概性的一個估計 就是 不一定是 正確當然 可大可小 可以少過這個數 但是 也都可以大過這個數 這個就是一個 挺大的一個問題 不過呢 我也都想看一下 KL可不可以給我 share screen 可以 讓我按一下 我 我想 share share 幾個圖呢 讓大家可以 可以看一看 那就是 這個 是 可以大約先 OK 那這裡來講的話 就 這個 sauce from Bloomberg OK Bloomberg 是不是可以借得信賴 那就是 我就用開 我就信他 Anyway OK 那你看到這裡 就看回中國那個 就是 不同的 單位 那個 負債的 情況 那你看到這裡 就由2008年 開始了 一路去到就是 今年 黑色的那條線呢 就是總負債 over 那個GDP 那所以就大概是280 左右 OK 那 他就拆開了不同的 就是 的 就是 的 就是 的 的 所以 其實加上來講的話 就是 剛才所講的 就是 那個總負債 其實 比美國是 更加高的 還有 你也都看到就是 如果 過去這幾年 那個增長的 情況來講的話 其實家庭的負債 在過去這兩年 那個增長 基本上 就停頓了 因為主要原因 因為其實在中國來說 家庭負債 很多都是跟這個 買樓 就是房地產 相關的 那而這兩年 中國房地產 就都 基本上 可以說 一池死水 OK 所以就 沒有什麼再顯著增加 但是呢 就這些 所謂叫做 non financial corporation 其實那個負債 就一路 持續地上升 那你見到其實 就是 他們所佔 就是這些 當然這裡就不僅是 這些LGFV的 包括一些私人機構的 但是呢 就是 那個就沒有很清晰地 劃分了 但是你看到就是 那個的佔比 其實都相當之厲害 那所以 所以近期來講的話 就是無論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都比較關注就是 怎樣 就是除了房地產那個 就是債務問題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LGFV 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 大家都擔心它是一個 那個taking time bomb來講的話呢 就是怎樣去搞它 那 就 近期來講的話 就包括就是 就是容許地方政府 發這個 一萬億的 一個特別的債券 就做一個 所謂叫debt swap 就政府 地方政府 發債 去跟這些LGFV的債 就有一個swap的一個情況 那 因為呢 地方政府呢 他發債呢 那個成本呢 就是 就是 利息 就比這些LGFV 是低 接近一半 所以透過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debt swap的話 其實就是某程度上 就是將 就是一萬億價值的 的債務呢 就可以將它 re-debt了 去一個比較低的 就是re-financial 一個比較低的 一個利率 就是減輕了一部分的 的支出 但是問題就是 整個 這個 這個LGFV的 負債呢 那個 總金額呢 是遠遠大於 這個一萬億的 的金額 就是保守估計 保守估計呢 這個LGFV的 負債呢 是大概六十萬億 那就是說你地方 只不過一萬億呢 就只是 可以解決到六十分之一的 那個問題 那其實就是 就是 我簡單的說 就不多啦 老實說就是 就算還沒有去到這個 杯水車身的話 其實都 幫助不是叫做很大的 只是叫做 就是最頭痛的部分 就頂住一下才 這個就是 那 最近也都 說了 就是中央也都會 就是 就是透過 就是 發一萬億的的債務呢 就去 支持一些地方政府的 基本基礎建設這樣的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很多時候 一些 就是 地方政府的大型基建 其實就是 中央通常都是出聲的 地方政府就自己 背了那個 就是 這個 資本的 支出這樣 OK 那 但是 問題就是 現在地方政府很多都 就是 山窮水盡這樣 但是呢 有很多這些基礎建設 但是呢 又開了個頭 那怎樣搞呢 那怎樣可以埋到尾呢 那所以就 變成現在 就是中央政府呢 都出頭了 OK 那就 會 亦都發了一個 一萬億的一個特別的 中央的債券 那 就是去支持 那些地方政府 開了個頭的 那樣 所以 就是 我想那個 為什麼我對 中國的債務 比較擔心的話 那麼 基本上都希望 大家就是 理解一下 就是第一就是 它的佔比其實比美國大 第二 也都有一些 是不確定性的 就是 不是充分地掌握的 這個情況這樣 那 而另外就是 就是中國方面的 去解決這個 這樣的一些 就是比較 高危的一些 這些債務來說的話 其實 都不是一個 叫做 有一個很 明確的 一個 的解決 那麼 起碼在美國來說的話 美國就是 中央 就是美國的 這個 所以美國的 national debt 一直上升 但是 就算一直上升 其實就是 那個 total debt 轉GDP 都沒有去到一個 叫做很 alarming 的一個 地步 所以 這個就是 我的關注點 就是在這裏 好 希望 最近 反而有一個 trend 就是 美國的 地方的政府 就是 無論 是 民主黨的州份 和共和黨的州份 那些州政府的稅 都在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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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的 就是 原來有一個現象 挺有趣的 就是 聯邦政府 當然是 美國聯邦政府 當然是 負債 持續都是上升 也要不停的 負債 上限 但是地方政府的財政 是相對比較健康 甚至乎 可以說是 有能力去到減稅 為什麼呢 就是 過去幾年 其實 地方政府 原來有一個規例 大部分的地方政府 都是加這個 貸貸的時候 是不可以超過 那個 消費 即是CPI 但是 其實CPI 又不是 很籠統的 其實 近幾年 那個收入 的稅收 增幅 增幅 其實是超過CPI 所以 地方政府的收入 增長 近幾年的收入增長 是快 比 更多的 還有 另一件事 就是 在疫情的高峰期 那幾年 聯邦政府 其實是撥了很多錢 去支援 地方政府 那 收入的錢 其實有很多錢 又花不完 所以 現在反而 地方政府 就是 很好的 平衡 這樣 那 有幾個州 包括 埃歐華 那些 那 可能是一個 雙數字的 State Tax 我不記得 但現在是 減到3%多 那 還要 原本是 可能是分開九層的 一個 那現在就簡化到 基本上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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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多 那 所以就變成各個州 因為你隔離州 開始做這些減稅 那 其實就會引發 一些州份方面的 一些競爭 你那邊稅低了 可能 那些人就會移動去那邊 那些 business 就會移動去那邊 就是了 Jeff Beesle 好像 Elon Musk 也會喜歡在 Austin 這個 Texas 可以低稅 那 所以 都 好像 前幾年都 之前有聽過 美國有些州 就是 municipal的 破產 好像是Detroit 都有破產 那 現在就變成各個州的 財政都是相對健康 那 所以如果剛才 John說 要考慮地方政府的債務 那 相信 中國和美國 又會有個分別 那 其實如果說 地方政府的收入 或者債務 的情況來講的話 那 中國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中國的地方政府的收益 其實就很 很狹窄 好像香港的稅機一樣 其實是非常狹窄的 那 變成就 令到 中國的地方政府 很大部分來講 其實都是靠買地 為主要收入 美國的方面來講的話 就反而會是比較多元化一點 那這方面 就都 有個分別 變成美國 不是說 完全依賴了 集合地產 那 不過也這麼說 就是 公平起見 其實我也知道 就在美國來講 有些比較細些 就是不是以州計 就是 就是一些震仔的計 其實呢 個別的震仔 都有面對 就是一個 就是收入和支出 就是一個 不對稱的情況 那樣 因為去到一些 小的震仔來講的話 其實就真的會很 很隱蔽 譬如可能人流的 變動 那 可能烏了另一個震仔 或者烏了另一個震仔 那 其實對那些小的震仔來講 其實那個 就是對那個營收 或者稅收 那個影響是很大 那 所以呢 其實在過去幾年來講的話 不斷都聽到 有一些真是很小的 那些 就是 震仔來講的話 甚至乎 是已經不可以 提供到自己的震 有個 警察部門 或者自己的震 有個消防部門 而是 雖然和隔離震 是 combine 那個 這樣的消防局 就是一個消防局 就要 serve 兩個震仔 就是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我想要平衡 所以剛才 K.O.所說 可能是 在那個 州的層面來講的話 整體是ok的 但是可能去到 細的地方來講的話 都還有一些 細微一點的問題存在 但是 我想這個情況 任何的國家 任何經濟體 甚至任何的公司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好 那我們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可以先停一停 OK